我們從荷蘭來到了法國巴黎 今天這支影片會跟大家介紹 法國必吃的冠軍麵包店及知名甜點 如果你也是個澱粉控 那麼這一集一定會讓你實質大動 那廢話不多說 跟著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Let's go 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在巴黎的達王狼 我是小安 我是Casper 大家都知道呢 就是麵包糕點類的東西在巴黎真的是非常有名 我也想說趁這次來可以來朝聖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帶大家去瞧瞧 在巴黎必吃的烘焙坊有哪一些啦 走 在我身後的這一間烘焙坊呢 就是巴黎百年烘焙坊 在當地非常的知名 那它這一間店為什麼這麼知名 是因為它裡面有一個甜點叫做萊姆巴巴 就是因為這個萊姆巴巴 所以這間店非常有名 每一次經過都是大排長榮 現在人又是超級多 所以我現在準備就是要去排隊了 GO 好 到底什麼是萊姆巴巴呢 我要來開箱啦 哈哈哈 欸 摸它底部是冰的 我來吃它的那個旁邊看看 那你絕對意想不到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我吃到了酒 櫻桃酒的味道 它的麵包體是濕的 它下面整個是浸泡那個櫻桃酒 超酷耶 我雖然跟著說它好吃 可是它真的有讓我驚豔到 很像你在喝調酒一樣 這家店我排了很久 就只有買一個好像不太好 我決定再買另外一個嘗試看看 我看到它有賣這個Fig 因為我很喜歡吃無花果 然後因為我在台灣也很少吃到它 在荷蘭也非常好吃到它 巴黎有很多甜點都會加無花果 它的塔皮好好吃喔 它是很酥 可是它很濕潤 它真的是無花果果醬那種感覺 可是完全不甜 它的甜是 它下面這個塔皮比較甜 所以它整體吃起來的甜度 是剛剛好 非常好的 不會讓你覺得很死甜這樣 下一家 走 再來到我這一間烘焙坊呢 是網友激推的 看網友是說 我一定要吃它的起司蛋糕跟可頌 所以我剛剛點了一個起司蛋糕 然後我剛剛看到一個這個 這個 它們叫Forn 我覺得它看起來很好吃 就是好像是巧克力 好像上面有榛果 我就看起來超好吃的 所以我又點了這個 那我發現啊 這間甜點店比上家甜點店便宜很多 一個大概都是3歐左右 所以總共就是7歐 我先去吃起司蛋糕好了 看起來好好吃喔 它的起司蛋糕 就跟我想像的起司蛋糕有點不太一樣 它的那個起司蛋糕裡面是有加冰萌 可是不會很酸 就是我覺得它可以解那個起司的那種膩口感 我覺得好好吃喔 它不是那種很割的起司那種 它是舒服的那種口感 難怪別人說很驚豔 我要來吃另外 下一個 Forn 叮叮叮叮叮 哇 滿滿的蒸骨喔 好 我來吃吃看 它中間這一層是有點咖啡味 泡芙的內餡 好好吃喔 它這間裡面的麵包跟甜點的種類超多耶 你看它有很多那種三明治啊 還有鹹派這種都有 然後也提供茶啊 咖啡啊這種 你可以來這邊吃早餐或無餐或晚上都可以 而且它的價格其實我覺得還滿平易近人的 不會很貴 激推這一邊 繼續供下一架 GO 我們終於來到了 巴黎蟬聯多年冠軍頭銜的麵包店 我們這一間麵包店呢 總共已經來了兩次 然後第二次才成功 第一次來的時候 那時間可能比較晚了 所以麵包整個一掃而空 然後我們今天第二次來 我們是一大早我們就來 來搶貨 那這一家麵包店最知名的就是他們的 蝸牛麵包 開心果口味的 我等一下就是要去 朝聖一下它的蝸牛麵包到底有多好吃 好 跟我們走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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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開心喔 我們終於買到了 他們最知名的就是這一個 蝸牛麵包 格外它還有這個麵包 Duban Dami 我之前是看部落客有推薦他們這麵包也很好吃 還有他們的這個Choclatin 這個巧克力可頌 那我現在就要吃他們最有名的 蝸牛麵包 淡淡的那種開心果香 那個一顆一顆就是巧克力 它的外皮其實就是可頌 它只是把可頌做成這樣一個 蝸牛的這個形狀 蠻特別是你可頌還可以吃到就是有 那個開心果口味的 我是覺得還蠻酷的 但是我覺得自己回家再烤過一次會更好 嗯 香蕉巧克力 它香蕉其實就是一般我們想像中的香蕉 然後去烤箱烤過的味道 那個香蕉可頌還好 就是沒有讓我特別驚豔 然後我現在要吃這一個 我來撥撥看它 好像餅乾喔 呵呵呵 嗯 皮好好吃喔 它其實有那種焦香味 燙火味的感覺 哇它裡面感覺就是很有嚼勁 很紮實 你看它的筋性 哇 我覺得這個麵包其實就像法國麵包一樣 是越嚼越香的那一種 很有嚼勁 它很適合就是你不管夾果醬 還是你想要夾火腿大男的那種 都超級適合的 這個真的好好吃喔 越吃越好吃 這個很耐吃 我們現在要來開箱 剛剛我買的點心 這家店是檸檬塔特別有名嘛 所以我就點了一個檸檬塔 開始說它點了一個拿破崙派 然後蠻酷的是它這個點心上面 都有一個金箔 這個金箔是怎麼回事 要提升它的高貴感嗎 它蠻貼心的耶 它上面是有用膠帶給你固定住耶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檸檬派愛好者 我真的超級喜歡吃檸檬派的 好香喔 其實可以看到它上面是撒滿了那個 檸檬皮碎屑的感覺 哇 好香喔 喔 好好吃喔 又不用多說一定是好吃 檸檬柑橘類的香味整個在你口中爆發 然後刺激你食慾更想吃 哇 好好吃喔 也好瘦 這幾間吃下來的那個高餅店 我最喜歡這個檸檬派 它是第一名 因為它吃下去很爽口 真的是不膩口耶 非常推薦大家來吃這一間 巴黎知名高餅店 超好吃 它的檸檬派超好吃的 你們之後有來巴黎的話 你們也可以參考看看 我們以上介紹的這四間甜點店跟麵包店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我們下次見 嗨 嗨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巴士底廣場 讓我吃它 吃一口看嗎 喔 好 我們找了這個雨果的居住地 然後我們等一下看到 這個紅磚式建築的門牌六號 就是它的居住地囉 好 喔 喔